我觉得幸福的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说 就是你要去看到人家好的难民 要去感谢 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小小的情分 很多小小的缘分 那你去把它放大 它就会变得很好 大谈幸福的秘诀 畅销书作家侯文勇说 只要能把生日的事都做好 就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我们从小叫人家做大事 然后做大官 我觉得这个都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 真的能够做到大事大官的人 可能一千万人里面 搞不好就只有那么几百个人吧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是不是人生都当废物了呢 我觉得人生呢 就是你能升任的小事都做好了 那我觉得人生呢 可能就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曾写过《危险心灵》 质疑台湾的教育体制 侯文勇对于孩子的教养也很有一套 父母亲常常要小孩子不落地的小孩 校车接送 送去补习 送去游泳 送去学才艺 送去考试 送去什么 这种小孩子呢 看起来好像成绩都很高 其实往往他是最没有能力 所以父母亲呢 要让小孩子有能力 你一定要体认到一件事 就是你能教小孩子的很有限 你要把小孩子放到困难里面 让困难去带他 你要他学到的是能力 而不是分数 侯文勇的文学人生 侯文勇的幽默故事 全都在本周日晚间十点 影响力一百 遇见侯文勇 一电视黄安琴事件中 台北报道 小时 我认为你能保持 我认为你能保持